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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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这款面包机的主要是因为它的功能非常强大 可以制作全麦面包 肉饼 巧克力蛋糕等等 这款面包机的容量为两磅 配备了双加热的系统 那么热量从底部和顶部同时的进入 受热更加均匀 制作更快 而且口味会更佳 同时还配备了两个揉面的叶片 揉面会更有效 那么顶部的左侧有个窗口 能够随时的查看面包的状态 智能的预约功能则可以提前设定好时间 早上醒来的时候就能够享用到新鲜的面包 下面给大家推荐的是KRISNA的面包机 也是一款全自动的面包机 包括了水面混合 揉面发酵 烘稿 保温等全套的操作 配有12种预设的功能 可以制作不同种类的面包 面包筒是很厚实的 蓄热的效果更好 能够使面包的口感更佳 不同的人口味偏好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喜欢外皮松软 有些人则喜欢焦脆的口感 这款面包机可以根据不同的喜好选择 淡烤色 标准烤色 浓烤色 三种的烤色 满足更多人群的需求 目前它在亚马逊的售价为128美元 总体而言呢 这款面包机非常适合来制作全麦面包等 麦幅含量比较高的面包 那么给大家推荐的是Oster的面包机 外形有一点像一个小型的洗衣机 容量为两磅 具有18项的预设菜单 能够满足多数人的口味需求 它的一大特点呢 是快速的制作功能 能够在一个小时之内制作出热腾腾的面包 操作也会相对简单 顶部的操作面板是简单明了 总体而言呢 这款面包机非常适合新手来练习制作面包 目前呢 在亚马逊的售价为119.99美元 下面给大家推荐的是 Krissner的CBK200 这个Conversion的面包机 那么亚马逊的评论称呢 这款面包机的使用体验是非常好的 它有16种逸设的菜单 无论是喜欢全麦面包 杂粮面包 还是奶香吐司 都可以在这款面包机上轻松的制作出来 独特的发酵程序 可以根据面团的状态和环境条件来进行调整 确保面包的质量还有口感 如果在使用过程当中出现了断电的情况 这款面包机还具有断电的记忆保护功能 这样呢 即使出现了意外情况 也不会对面包的烘焙造成影响 目前的亚马逊的售价为309.99美元 接下来看这款Bravo的面包机 提供了13种预设的程序 涵盖了全麦面包 甜面包等多种口味的选择 除了面包呢 还可以制作果酱 披萨等美食 智能的LCD屏幕呢 可以直观地进行操作和设置 可以实现精确的温度控制 面包桶增加了防粘的涂层 多层加厚的构造呢 让加热会更加均匀 避免了局部烤焦 或者是夹生的现象 让出炉的面包是饱满有人 目前呢 Bravo的官网的售价呢 这一台是299.95美元 再来看这款亚马逊出品的 基本款的面包机 目前的售价为66.19美元 价格非常亲民 可以说是物美价廉 它的容量为两磅 全程是自动揉捏发酵 以及烘焙 那么省事方便 这款面包机呢 可以在90分钟内 快速地烤制面包 自带了14种预设菜单 透明视窗可以随时来查看 制作的进度 总体而言呢 这是一款实用性很强的 加油面包机 接下来看这款 Postmate的这个面包机 它采用了多层的 复合陶瓷不沾的这个面包栏 拥有更均匀 更高效 以及更索温的热场 那么在提升的制作的速度呢 保证营养的同时呢 还能有效地避免局部烤焦的情况 有14种的预设菜单 还配备了果容投放的装置 可以制作多种口味的面包 也可以制作酸奶小蛋糕等等 目前它在亚马逊的售价为 119.99美元 最后再来看这款 相应的BBC1C20 家用面包机 那么由于搭载了 大扭力的电机 因此呢 揉面的力道会更加的强劲 制作出的面包 也会更加的松软可口 本身呢 预制有10种智能菜单 还可以预约烤面包的时间 非常人情话 烤盘是可以拆卸的 更易于清洗 还有一大特点呢 是横式的机身 可以烤长条形的面包 目前呢 它在亚马逊的售价为 319.99美元 很多朋友自己烤面包之后 发现不如买的松软 尤其是放凉了之后 更是变得特别的硬 那么面包的外壳太硬的原因 可能又烤制的时间过长 温度偏高 面团的含水量不足 以及醒发不到位等等 那如何才能让面包 变得更加蓬松呢 最简单的方法呢 就是参考购买面包机 时附带的配置菜单进行配料 同时呢 可以用牛奶来代替水 还有一点常见的问题的是 面包发酵过大 溢出了面包桶的边缘 顶到了面包机盖上 那么这个时候呢 需要先停止 面包机的发酵功能 将面团取出来 重新的塑形 去掉少量的面团 并将大气泡排出 重新的揉搓成形 再进行二次的发酵 如果不重新塑形的话呢 面包在烤制的过程中呢 会出现膨胀 导致表面开裂 甚至是烤糊 最后一点呢 是要注意面包机的噪音问题 面包机启动后呢 嗡嗡叫 但不搅拌的原因 可能是电源的电压不稳定 由于面包机需要较大的功率 才能够正常的工作 一旦是供电不稳呢 就会导致面包机 无法正常的搅拌 如果面包机发出过大的噪音 这通常呢 是由于机器运转不顺畅 或者是机器配件磨损造成的 要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清洗 或者是更换磨损的配件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想要了解更多的实用信息 不要忘记关注 订阅落成交点频道 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七点 我都会带给您精彩的乐活好丢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